部长在0523解放军在围台军演的时候 只花了20分钟听取各单位的简报 就离开恒山指挥所 然后另外请参谋总长直接主持 长达5到6小时的战备会议 部长没有做正指挥 当然这是您非常信任参谋总长 这个也是一个部分 不过就我们的国防法里面规范的 其实国防部长还是做最后统整指挥的 一个重要的灵魂人物 5月23号那一天早上 在7点半就开战敌情汇报 那在这个中间就已经接获 这个共军要实施这一个联合力见的演习 所以在当下就已经做了一些指示 就是说我们马上开设应变中心在国防部 那因为事实上如果在这个演习的这个期间 国防部的这个应变中心的相关的这个作业的这个 还有它的这个配备呢 其实跟这个恒山指挥所里面是差不多 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事实上做了相关的这个材势 那相关我刚刚也提到了 就这一个作战层级或者是战术层级的这个部分 部长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如果要掌握及时状况 你要下达命令 比如说第一级 过去每一个部长他对于第一级的见解跟看法 还有他下达的指示是不一样的 今天大概也没有机会让您做第一级的说明 可是我们希望我们没有第一级 我们就只有智慧权的行使 国军的智慧反击要件如何同时满足 对领土的绝对权力智慧和不失先机 我们现在对智慧权的行使就是说 共军如果攻击我载航机舰人设施 还有共军攻击我本外领导 还有未经许可任何的飞航实体 进入我12海里的领空跟领海 麻烦请顾部长 顾部长 顾部长 你干脆不坐着 顾部长 方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我们刚刚也听到委员其实都在关切 而且最近我们国内也非常热闹 所有的军工产业 其实都非常热络 所以就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的国防预算要增加的部分 其实我们更期待的是我们过去我们所支付的款项 除了加速军购以外 应该要加速把我们已经付款的部分 而且我们急需的这些战备的武器装备 其实要先到位 这个部分可能在这里也要先提醒一下 另外就是部长您也是国防二法执行以后 第三位文人部长 那在一国防二法里面 它规范明定总统率全国陆海空军指挥军队 那其实主要在国防法第二章第八条里面 总统率全国陆海空军为三军统帅行使统帅权指挥军队 直接责成国防部部长 由部长命令参谋总长指挥执行之 那在第十三条也提到 国防部设参谋本部为部长之军令幕僚 及三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致参谋总长一人 成部长之命令负责军令事项指挥军队 换言之军政跟军令在我们目前的国防二法里面 还是由国防部长要全权负责 因为部长您刚上任 那虽然过去也是在国安会 那对整个国防可能也都有所接触 不过以现在我们现在看起来 因为在国防部今天的报告也有提到 共军常态越过海峡中线以外 目前已经抵近我们台湾24海里的部分 以现在的机载飞弹能力24海里 其实早就可以发起攻击 所以部长在0523解放军在围台军演的时候 只花了20分钟听取各单位的简报 就离开恒山指挥所 然后另外请参谋总长直接主持 长达5到6小时的战备会议 部长没有坐正指挥 当然这是您非常信任参谋总长 这个也是一个部分 不过就我们的国防法里面规范的 其实国防部长还是做最后统整指挥的 一个重要的灵魂人物 部长在那里坐正指挥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方向 第一就是稳定军心 因为过去每次在一些演习 或者像这样碰到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 部长在里面 其实他是可以让我们所有的三军 他的军心是可以比较安定 随时都可以掌握状况 另外第二个当然就是掌握即使的状况 因为虽然您把它交付给参谋总长 可是比如战机他稍纵即逝 如果参谋总长要做什么样的指挥的时候 还是必须要询问部长 所以如果说在外面即使要用电话联系 响七声飞机就进来了 所以就这几个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在整个完全掌握的情况之下 还是请部长未来还是以本务为优先 那对于其他的可能还是可以 做第二阶段的考量 这个是在这里要特别提出来的 那因为部长您是刚开始接任 是不是在这里我们也要为一些军事官兵来请命 就是在我们可以看得到 部长刚刚我询问的部分 就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样的说明或看法吗 我想跟委员报告 我想5月23号那一天早上在七点半就开战敌警汇报 那在这个中间就已经接获 这个共军要实施这一个联合力见的演习 所以在当下就已经做了一些指示 就是说我们马上开设应变中心在国防部 那因为事实上如果在这一个演习的这个期间 国防部的这个应变中心的相关的这个作业的这个 还有它的这个配备呢 其实跟这个衡山指挥所里面是差不多 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事实上做了相关的这个材势 那相关我刚刚也提到了 就这一个作战层级或者是战术层级的这个部分 部长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我没有办法让你在这里再做很多的说明 可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如果要掌握及时状况 你要下达命令 比如说第一级 过去每一个部长他对于第一级的见解跟看法 还有他下达的指示是不一样的 今天大概也没有机会让您做第一级的说明 可是我们希望 我们没有第一级我们就只有智慧权的行使 智慧权你要什么时候行使智慧权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如果部长您在他可能参谋总长可能在发生有某些状况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再询问 因为你只要转个头下个指令 因为你已经掌握全局了 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是特别提出来的 我们按照突发组织规定本来就是授权 好部长 那军政跟军令 刚刚我已经把国防法已经讲过一次了 最后全权处理的还是国防部长 那因为我们在这里还有几个 可能要就叫部长 也希望部长可以重视的 就是伙食费的问题 因为我们听到非常多的一个县市首长 或者一些乡镇长 其实他们大概都会去探视我们的艺难 那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都有做这样的反应 就是我们的附食费 我们的一些伙食其实是不够理想 那就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表格 一样是像替代艺难 他在民国107年 等于是这个几年了 至少七八年 好久了 七年前 他们就已经做了调整 他们光是每个月的伙食金额 已经在本岛地区就已经有三千两百块 可是我们的国军官兵 他的一些火食 附食费的标准 本岛才两千九百六十九块 等于说一百块都不到 那现在包括像在大直 实践大学 一个便当都要一百二十块 那我们一天才九十九块三餐 所以就这个部分 很多的艺难 其实大概都有做这样的一个建议 希望可以调高这样的一个金额预算 因为在我们的报告里面也提到说 因应国军备战职请部分昼夜 任务繁重 强调也要照顾官兵的生活 让官兵能够专注本务工作 确保部队的战力 那你要让官兵吃饱吃好 他才有这样的战力啊 所以就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国防部也要做事实的调整 因为就在之前省预算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都有提过 跟委员报告好像行政已经核定了 这个具体的数字是不是说明一下 跟委员报告一下 行政院一百一十四年都已经有照顾 所有的官兵能够调高 至于您讲的那个外岛 委员提到外岛跟外岛离岛这部分 因为金门 明年这部分吗 马祖跟东沙这几个地方 东引这几个地方都没有复工站 所以它的交通费比较贵 所以它的计算标志 我现在再跟您报告 我们只希望其实就这个部分 其实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伙食费 因为现在所有的都在涨啊 电费也涨万物其涨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明年 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那我们乐观其成 另外一个除了伙食费外 还有一个夜点费 夜点费从民国八十六年到目前为止 那个已经经过多少时间 夜点费到现在还只有六十块 就是宵夜的部分 如果大家需要熬夜或者需要很长的时间 做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的时候 我们只有六十块 这个部分是不是部长也可以一并的去做调整 夜点费的部分 我的了解是已经调整了 调整的弧度还蛮大的 所以我们在规划中 还向行政院来勾 什么时候调的 什么时候调的 不是我们已经 内部已经有一个调整作业的那个 然后我们会参与物价波动 向行政院沟通来争计 因为我们到目前得到的 看到的资讯都是八十六年前 就是现在目前 所有询问所有的官士兵 他们大概的夜点费大概就是六十块 我们还没有看到你有新的做法 在这个部分如果有 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尽快实施 那另外还有一个时间 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比较紧迫 我们现在在教招的部分 有教招到 因为过去男性的那个护理师 其实是比较少的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 现在我们全国的医院 就是医病比 其实是护病比 其实是高达一比六或一比十五 所以当我们教招这样的人员进来的时候 等于医院 甚至有一个医院 也会一次同时教招到两个 所以如果你少掉一个护士 或者两个护士的时候 等于你必须要关床 十五人到三十人 这对我们现在 对于我们的整个医疗院所 缺护理人员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是血上加霜 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事实的调整 让他们可以在医院 不影响我们所有就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去做一些调整 不是说不要争 而是在现阶段我们缺护理人员 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不一定要先征他们 你可以先征像那些卫教人员 好像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做到 委员好 请再要回答 好 有关于委员这部分 因为我们有定这个缓阻警招的相关规定 那也有相关的作业规定 那细部的部分 因为目前是没有把这相关人员列入 那委员的建议我们会回去 我们已经接到很多陈琴 就是他有被教招到 所以如果他已经是通案 希望不要用个案来解决 你就依据现在目前现阶段 很多大家都知道 现在全国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医护人员是欠缺的 已经缺了两万多 两万四千人 至少有两万七千多人 所以就这个部分 去做一个通盘的检讨 然后给本席资料 谢谢 谢谢马文庆委员 谢谢请提供资料 刚才那个夜点费跟伙食相关的 有调整的资料麻烦报本委员会 就是确定的案子 确定的版本 关于国军的自卫反击的要件 请教一下部长 可下达自卫反击指令的要件到底是什么 那邱国政前任的部长 指出国境队第一级的界定 以因应证实只有航空跟海运的实体 无论是建议或气球侵入到我的领空 无需对我开枪开炮 我方就可以加以击落 但国际法院对于自卫权的主张明确界定 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必须要存在 急迫不振之侵害 而这个不振侵害必须达到武力攻击的程度 共军到底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属于达到武力攻击的程度 国防部应该要先设定想好 部长 我想自卫权的设定在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应该是说 我们遭受到武装攻击或者是威胁的时候 应该就想有一个合比例的一个自我防卫的一个固有权利 好 你是法律出身 应该清楚知道这1928年非战工业定义 除了自卫或内战外的战争都是违法的 如果我们在为达自卫条件激发出发动自卫反击 恐怕会演变成发动战争的一方 所以再问部长 国际的自卫反击要件如何同时满足对领土的结队权力 自卫和不失先机的时候那如何处理 我们现在对于自卫权的行使就是说 共军如果攻击我载航机舰能设施 还有共军攻击我本外离岛 还有未经许可任何的飞航实体进入我12海里的领空跟领海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公约 因为我们要厘清清楚的 那另外是对于太平岛 请教一下部长 你去过太平岛吗 没有 没有 太平岛是岛还是礁 就我的理解好像对这个部分 各方有不同的看 我的理解是这样 我们认为是岛有国际法上面有曾经判过是礁 就我的记忆所及是这样 好很多现在国人现在对于太平岛的概念 基本的概念 有很多人认为说岛还是礁 今天我们要必须厘清一点 根据2016年的企业仲裁法院的仲裁结果 不承认中共对南海九段线 即我国所说的十一段线的主张 更认为我国的太平岛是礁 而非是岛 部长 你同意这个仲裁的说辞吗 我想我们对于南海的政策 一向是资源共享 然后不挑衅 不引起争端委员者 我现在是讲是礁跟岛的一个仲裁的一个 就我方来认定我们是认为是岛吗 好 对 你这个说辞我赞同 对于仲裁的结果 当时外交部及总统府都表示 对不接受仲裁的裁判的判决 本期相信任何中华民国的国人都认为太平岛是岛而非是礁 再请教一下部长 你是否认为太平岛 官兵应该在岛上种植蔬菜后 养一些畜牧 牛羊猪等 因为第一个 在太平岛的距离高雄港 有1600公里 运补确实存在有风险 且运补伙食都为罐头或冷冻的食品 岛上官兵种植蔬菜或养殖畜牧 牛羊猪 可以相当程度的补充为新鲜的食材 为什么 因为本期在5月18号亲自有到太平岛 太平岛一年的植蔬树 有两万棵 而且是当地的指挥官做一个报告 所以在岛上种植的植蔬树 包含植物是非常的丰盛 所以如果养殖这一些畜牧 来万一因应台风天的话 在运补的过程里面有困难 他们就可以自主自给 那第二个是 他们有养 应该是60只的生蛋鸡 然后养殖自己可以自公自给 是你要晓得切蛋 之前是切蛋 但是他们有养生鸡蛋的鸡 所以既然那个地方 而且也足够提供水源 足够提供水源 因为那个地方有淡水 现在还有海水淡化 可以提供的 所以我相信 如果在养鱼畜牧 提供他们因应台风天的时候 因为高雄到太平岛有 一万六千多公里 火石上我们应该要考虑 提高他们的火石 为什么 因为鲤岛的心情 不是跟本岛一样 我也当兵过 我也曾经到金门马祖当兵 所以我们的火石都非常好 那如果他们在鲤岛上 在各方面的生活 非常的单调 但是我们应该鼓励他们的火石上 能够更充实更好 部长 你新上任的 你是不是为这个离岛的 不管他们是海巡署 还有国军官兵 将近六百多个 我想常务政事有去 我们都有去太平岛去了解地方 你认为有没有必要 我的了解是 我们从一百一十四年度开始 每月调增为五千九百四十七元 较一百一十三年度增加了一千一百六十八元 那至于刚刚委员提到的 我了解是应该是当地有蔬菜 水果的种子 那刚刚也有讲到有鸡蛋 那至于更大的一个迅速业 这个部分可能要做一些评估 因为这个有水源 还有环保 可能这些问题可能都要考量一下 那你能不能给专者来说明一下 来 包委员 我联事次长跟您报告一下 就行政 刚刚部长提到 行政院在一百一十四年的时候 的确有照顾到我们所有的官兵 那在太平岛部分委员非常清楚 我们是在海巡署 我们是海巡署那边搭火的 所以我们等于说 把这个所有的 您刚刚提到的冷冻食品 我们做一下改善 岛上所有的冷冻的器材 跟这个设施都已经做过更新 所以它冷冻食品是没有问题 那您刚刚提到的所有的畜牧业 刚刚那边有种些青菜水果 可以提供它们比较新鲜的食物 在那个地方应该可以用养一些畜牧业的一些 就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有关于环保的部分 因为在太平岛那边 它的确有这方面的问题 总之来讲 我们会跟海巡署一起来合作 研究研究 让官兵吃得更健康 因为我是那边的心得 那跟大家分享 非常谢谢委员关心 好 谢谢 谢谢欢委员 那边的水很缺 好 谢谢布团请回 有淡化 那个用来种会死掉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